美国北约开始考虑让乌军明年春季再战 什么意思呢 就是目前因为乌军反攻进展非常的缓慢 损失也挺惨重的 美国北约都不认为乌军这一轮的反攻能取得胜利 那怎么办呢 就只能等到明年春天让乌军积攒更多的力量 到那个时候再恢复警工了 乌军这一轮反攻是从6月初开始的 到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半月了 基本没什么进展 反而把从今年年初开始积攒起来的 美国北约给他援助的武器装备给损失了一多半 很多新组建新训练的部队表现也很不好 虽然乌军对外宣称还要继续调集后备力量继续进攻 但明显获胜的希望已经是微乎其微了 咱们从作战的角度来说 进攻是有周期规律的 乌军现在已经进攻了两个多月了 部队急需要进行修整 弹药物资急需补充 新组建的部队还要进一步的训练 所以乌军这一轮攻势显然已经进入到尾声了 8月底9月初就将不得不转入到整体的防御态势 去年乌军是从8月份开始翻攻 到10月份也是进攻到头 不得不转入防御 然后那会儿俄军是动员力量开始转入进攻 双方是攻守一势 目前的情况基本上也快要那样了 俄军已经在卢干斯克方向开始实施大规模进攻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乌军如果再执意在扎波罗热方向继续大规模进攻 显然会导致整条战线上南北兵力失衡 陷入到不利状态 美军五角大楼虽然已经警告过乌克兰方面 说你不要指望这轮反攻能获得太多的战果 那会儿美军参量会主席马克米利甚至直截了当的说 乌军你反攻能推进个十来公里 将近二十公里就已经很不错了 目前来看连这样的目标都没有达到 而当时整个西方舆论对乌军反攻之前 是抱有很大希望的 期待乌军这回能复制去年哈尔科夫方向反攻的奇迹 但显然当前乌军的反攻战场表现让他们都很失望 那失望之余呢 美国北约现在就不得不又开始新一轮丑化了 按照美国华尔街日报最新刊登的一篇报道 它的题目叫乌军反攻艰难 促使人们关注明年的战斗 也就是说美国北约开始考虑 如何让乌军在明年春季重新发起进攻 获得战场胜利 而这也充分说明美国北约在俄乌问题上 它的基本政策战略 简单的说就这么几点 首先一条就是俄乌冲突不能停 要继续打下去 即便乌军现在打得不好 乌军明显已经不可能获得战场胜利 但是为了继续遏制 继续消耗俄罗斯 你乌军还是要继续战斗下去 不管是防御还是进攻 今年打不赢 没关系 明年接着打 其次美国北约军事援助乌克兰 很可能会升级 乌克兰人说这次反攻不力 主要原因还是你美国北约军事援助 给的太少 给的太慢 尤其是缺乏像F-16战机这样关键性的武器装备 目前英国荷兰等国家已经开始帮助训练乌军飞行员 操纵驾驶F-16战机了 美国人现在也有个说法 说乌克兰你要想获得F-16战机恐怕还得等一年 这一年不就是正好是明年上半年吗 这样通过军事援助的升级 包括武器装备 包括部队训练来帮助提高乌军作战能力 这仗就让乌军能持续不断的打下去 再有一个就是这俄乌冲突势必会变得长期化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 俄乌双方都没有接受对方当前和谈条件的准备 而战场上双方又不能很快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那么在美国北约继续不断向乌克兰输血援助的情况下 这场仗是不是恐怕真的得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了 感谢观看